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小鹿黄蕾 李小鹏表示不服 已经骑着皮皮虾要来晒娃了 老妈李小鹿最近微薄晒照 她闺女甜心的头发竟然已经这么长了 先生对这位姥姥的精细手法也是不得不竖起大拇指呀 对待能让自己变漂亮的发型 甜心从来都是赋予了极高的配合度 不管是微卷的小马尾还是盘在头顶的小丸子 都能让她比头发自然生长时期的模样更俊俏 不过最适合甜心的发型当属那一左一右的双马尾了 蒙翻指数100分呢 而甜心的好闺蜜奥利那出了名的自带WiFi发型 也是分分钟让人沦陷 可爱至极呢 那两个冲天小辫子 看得A先生好想凑进了试试手机信号呢 他还尝试过多个小辫连接发 冲天马尾卷曲发 然而现在已经五岁了的奥利 更喜欢学妈妈那样披散着长发 奥利不要停 小辫子继续扎起来呀 发质超级棒的黄多多一直都是以披肩发式人 而现在也掀起了从前的厚刘海 爱上了半丸子头 魅力完全不输任何女明星 黄磊夫妇一直秉承着让女儿们散发自然美的原则 所以多多的发型变化并不多 看证明照上小美妞厚实的锁骨发 我的天呐 杨幂你有敌人咯 年轻二代的发型个个都美上了天 零更新 你还肿磨忍心让雪儿顶着个沙马特盘发 来虐待观众的眼睛呢 新近代娃选手小星星 你就不要再留恋于各色网红的世界里 赶紧也伸个baby恋恋给娃梳头的技巧吧 听灵心 不要对你粉爪六人了 对 再给他一次机会 赶快在接下来的几次节目里 洗白